苹果公司正在美国加州 Cupertino的新总部 正在加紧赶工新建当中 这个总部最近有人利用 搭载了摄影机的无人飞机 飞到了正在施工的苹果总部的 建筑工地上头 一窥这座外形犹如太空船的新总部 而且他们还赫然就发现 这个庞大的圆形主建筑 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轮廓 非常的壮观 还有网友直说 其实有外星人在这里降落 似乎也不奇怪 仿佛一艘超大开空船 苹果最新总部的狂想 已经不只是存在建筑设计图上 无人直升机缓缓上升 远方一片滚滚黄沙 再靠近一看 苹果总部的施工现场 圆形的总部主体建筑 清晰可见 有趣的是它的地势 看起来比周遭的建筑物和马路 还要低 仿佛是一座盆地 尽管现在看起来光秃秃的 不过未来内圈的原星 将种植一座浓密的森林 它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 无缘见到的伟大作品 贾伯斯在2011年亲自对美国加州议会提出在古博地诺 新建总部的构想 加州议会去年一致通过批准计划 新总部名为Apple Campus 2 占地大约71公顶 原型总部大楼 面积达到280万平方尺 预估在2016年中完工 庞大的结构让人惊叹苹果的野心 似乎就算有外星人在这里降落 也不让人意外 这样这张名话台报道 钢琴面板上出现数字 在男主角都敏俊输入密码 进门之后数字随之消失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男女主角因为一个电子锁 出现了许多趣味互动 而除了密码 电子锁还有更多的开启方式 指纹辨识现在不只可以用来截手机 也可以用来截家里的大门 像我现在轻轻的这样子一滑下来 门就打开了 轻轻一滑不到三秒钟 门锁自动打开 生物感测的成熟度越来越高 甚至人脸辨识也可以 将双眼对准位置 号称正确性达到98% 连双胞胎都分得出来 没有记录过的脸孔一靠近 果然认诊失败 像这样的复合式电子锁 甚至也能够用卡片来解锁 运动的时候穿着轻便 最怕钥匙叮叮咚咚很麻烦 现在直接拿防水手环 一里头的RFID晶片感应开门 方便又不怕流汗 四颗四号电池就能够维持电子锁 一年的用电量 在韩国市场大受欢迎 临近的韩国来讲 他们在家庭使用电子锁 它的渗透率高达九成 台湾现在电子锁市场还不到20% 保存系统业者看好电子锁 能够提高出入门禁管理的安全度 未来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多元 这条件张明华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